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屡屡化解了尤文图四的进攻威胁 纳布勒斯则采取了手势为主 利用快速反击来寻找破门机会 但在前45分钟内 双方均未能取得进球 下半场 第64分钟 队长殷西涅亲自主罚 他冷静地将球送进了左下角 打破将球 为纳克雷取得领先 此后尤文加紧进攻 但一直未能找到破门良机 最终以0比1落败